首先先把锈钩给打开 然后这样分开一点 把这个内圈拿出来 把图案放到内圈里面 然后框上外圈 然后上面给拧紧一下 然后再把锈部给拉一下 然后把它给拧得很紧 防止锈部松动 然后接下来拿出戳针 还有引线器 现在来戳这个浅色的衫 把引线器从针下面这个孔里面 这样穿上来 然后穿到上面去 从孔里面这样穿过去 然后把线这样 拉过来 线一定要从这个小孔里面穿一下 不然等一下线会卡不进去 这边大概流出5厘米 然后戳的时候 针孔的这个斜面 一直朝着前进的方向 然后戳的时候一下戳到底 然后每针的距离大概是 三个布孔 这样每个针段大概5毫米左右 戳的时候针尖不要提得很高 贴着布面走 这样 这样 戳的时候要保持线尾的 尾部的这个线 随时是松动的 如果被绷紧的话 这边也会戳不进去 针孔的斜面一直朝着前进的方向 这样 这样一圈挨着一圈把它给修出来 戳的时候两排不要戳得很紧 这样并排就行 戳得很紧的话 就是比较浪费线 这样并排就可以 如果觉得戳得不好的话 可以这样把线给戳出来 然后把孔给修一下 再来戳 这个绣布的角度 不管怎么走 不管怎么晃 这个针孔的斜面 始终是朝着它前进的方向 如果觉得绣布有松动的话 可以把上面给粘松一些 然后把绣布给拉紧一下 然后再粘紧 把它绷紧以后比较好戳 就要不错 然后是把绣布有松的 然后是把绣布的绣布 然后是把绣布的绣布 就要不错了 然后抽完以后 把搓针这样向下抽一点 这边线会有一个弧度 可以把它给剪掉 然后这边抽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将这边线抽出来 换上下一种颜色的线 手握在终的团子上 一个松的水 这里是鸡肉的 合立天的团子 线装 白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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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火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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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